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今天大話新聞 邀請到清明黨的總統參選人 宋楚瑜 宋主席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那麼剛剛我們談到的是 在馬總統執政下 最近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廣告 我想請問所有觀眾朋友 這樣的廣告需要嗎 這樣的廣告花多少錢呢 他不知道台灣的人民 很多人很需要幫助嘛 我們再來看 對不起 給我一點時間 我真的要把廣告 因為平常我們就是 一部分一部分 那今天有比較多完整的時間 把它修完 這是剛剛我們看到的財政部 黃金十年健全財政 這是放馬總統的照片 黃金十年讓幸福爭執 再來 我們看 這叫經濟部的廣告 黃金十年活力經濟 這是經濟部的廣告 我想請問這樣子要花幾十萬嗎 我們再看 這是陸委會的廣告 對不起 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 黃金十年友善國際 好 國際參與成果豐碩 外交經貿相輔相成 我想請問這樣子需要花幾十萬嗎 我們再看 這個是外交部的廣告 黃金十年友善國際 大家講這個不是講過了嗎 對不起 這是不一樣的廣告 我軟實力感動世界 青年打工度假交流 我想請問這樣需要花幾十萬嗎 這是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廣告 就只有幾個字 有實力才有和平 結果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我們再看 對不起 主席 給我一點時間 這是行政院老委會的廣告 叫做守護不間斷 好 挺台灣現在進行事 這個老委會堅持給你聽到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 我們再看 這是法務部 想跑沒門 此路不通 這樣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這個是司法院的廣告 司法未明 乾淨 透明 便明 理明 效能 就這樣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這個是新聞局 我的字典裡面有小新 就是叫你不要受騙了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我們再看這個是老委會 能午休真好 能退休更好 月領終生讓退休好上家好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這個是內政部議政署 真心相惜同袍情 這樣子要幾十萬的廣告 這是教育部 還一直是我們的希望 教育投資就是這個投資國家的未來 這樣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這是教育部的廣告 立民教育政策措施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這個是新聞局 我會拒絕 我能接納 這樣子要花幾十萬的廣告 再看 盛防漏氣 免災害 空氣流通 保平安 這個是中有的廣告 誰不知道呢 這難道還需要講嗎 再看 環保署 這就更有趣了 整潔面貌迎百年 美好家園你我共享 垃圾帶回他的家 馬路不是垃圾桶 環境整潔不髒亂 寶島美麗有國格 我想請問 這個誰不知道呢 這需要花幾十萬嗎 再看 這是一月數 農委會一月數 感謝移民天涯海角打拼 台灣遠洋一夜活躍三大洋 請問 這需要花幾十萬的廣告嗎 再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收看數位節目趕快行動 我成為美簽 美國美簽候選國 更上一層樓 請問這需要廣告嗎 花幾十萬嗎 好啦 抱歉 因為主席今天來 我就不好意思 因為太多了 太多了 我想主席 我做幾點回應 是 我聽到您剛剛這樣子的一個 還有一點 比較有系統的來分析 今天我們台灣所面臨的 這樣子的這個問題 其實有幾個可以把它列出來 第一 嚴重的行政不中立 那就是拿政府的錢 來做政治上面的一些運作 一般人稱之為叫做植入性的形象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的 據我在美國念書的了解 美國政府 民族的政府 不能夠用納稅的人錢 來隨便替某一個政黨 或者某一件特殊的來做這種宣傳 這是嚴重違反這個中立的問題 那第二個 我以前開始學閩南話的話 就是說了 我們台灣人人人人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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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台灣我們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我們的債務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隱藏性的債務已經超過13兆 我們的債務已經政府的財政這麼困難 還不把錢用在刀口上 而去再濫使用這些資源 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搞這個東西 很簡單 選戰到了 選舉的時候做這個事情更是不應該 再加上納出來這個錢 它的內容基本上是跟民生跟人民是脫節的 我剛剛聽到您唸了幾個裡面 就提到這個漁民的問題 今天漁民的用油都那麼困難 對不對 為什麼以前可以貼補百分之二十八 現在不能貼補 說沒有錢 或者是某些方法做不了 你當我當選 你看看我就會恢復 你這些錢都是用在沒有地方 而剛剛你提到漁民 有替他們去講過公道話嗎 我們的漁民出海的時候 被海盜抓了以後 連船長的命都沒有了 我們有去幫他們護漁 或保護這些漁民 漁民招數的問題 有幫他們去解決嗎 你想想一個漁船 現在用的GPS 它的費用要多貴 對不對 它一條船出去 GPS要多貴 那希望政府 包括中華電信給它降個價 我宋屬於將來做得到 那請問 為什麼不去替他們去減掉這些負擔 而去登這些沒有用的廣告呢 所以今天講 錢沒有用到刀口上面 太多的現在的窮困的鄉親 包括我剛剛跟你說的 一家三口一天150塊錢 我們有多少這些鄉親 目前所遭遇的困難 就是政府沒有財政的紀律 是 我當選之後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的話 我那天在公辦證件發表會上講 我們要恢復財政的紀律 你不可以再濫用這個名字名高 它不只是登廣告的問題 辦很多沒有用的活動 辦那些放那些煙火 昨天還是前天 我們馬總統也有講的話 如果台北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也在辦得好的話 他還要辦奧運 對不起啊 我常常學閩南話講 真怕別沒好笑 聽說聽傻傻的人 去做傻傻的事 幫大家好好做事情 我們現在能夠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財力 去辦那些 講的話自己在那裡砰封 我們能夠辦得了嗎 要花一兆多的錢啊 就是 這是F的廣告 一份 兩支 兩工作職場變化快 兩支電話打過來 兩份 F的廣告 三份 你吃飯買 四份 尊嚴的農民 五份 這三年來台灣不一樣了 六份 這個是 對不起 陸委會的廣告 七份 這個是八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中小企業處 這是九份 跨國婚姻用心經營會話 婚姻不需要用心經營嗎 九份 十份 再會了我的家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主席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這樣講的意思 這是每一篇廣告都不一樣 它幾乎每個四大報紙全部都登 那也不只登一天 剛剛這裡就三十二份 乘以四大報就一百多份 乘以七天 那這樣也不只七天 這幾乎是登好幾個月 這樣要花多少錢啊 他以為百姓好過嗎 我再請教主席 一篇幾十萬 三十幾份 這裡就至少我看價一千萬吧 登了幾天啊 登了多久 四大報 今天最新的新聞是 勞工紓困貸款破十六萬人申請 說啊 年增近六成 只有僅次於2009年金融海嘯 我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創下開辦九年以來的次高紀錄 最高是2009年金融海嘯 當年是二十點二萬件 OK 好 百姓不好過啊 馬總統說他執政很好啊 那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今天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在選舉的時候 讓選民直直細細的去看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國家財政的問題 我們民生的這一些 我剛剛講的差距的問題 南北差距 城鄉差距 這個貧富差距 這一些的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使用 我們有限的資源 這就是我講 總統最重要 我要去做了三件大事 你要去好好的使用這些資源 我的問題是 花這麼多錢廣告 為什麼都不把這些錢 拿來幫忙這些人呢 我完全同意 所以因此我就覺得這次選舉 我們要去檢驗 對不對 過去我們看到這12年以來 我們對於所有政府的這些措施 到底怎麼樣 我至少講一句話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我在做省長的時候 我在從政的時候 我們對於資源的運用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今天為什麼這個 傅崑奇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今天我們窮的這些縣市 財政收支劃分得非常不合理 他曾經提過一個問題 那就是在花蓮和台東的這些鄉下 現在還有很多 繳不出營養午餐 是喔 那為什麼 對啊 那這些錢就可以拿去幫忙 所以你剛剛講 所以我那天公公來講 如果我們可以用300多億 可以要現在要去辦 台北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但是在雲林的鄉下 卻現在有300多位小朋友 挨餓沒有飯吃 需要善心人士去買那個彩券 結果賣的情況並不好 500塊錢的賣了幾張 300塊錢的賣了幾張 政府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對於這些人 會活不下去 你卻可以視若無睹 而在這邊浪費這些資源 所以因此 我們今天要選的 就是會管家的嘛 我要坐的路要坐的橋 他只要還健保會 健保會不用漲耶 就是我現在講嘛 那同樣我們馬總統號稱 他非常清廉 我們現在說他清廉 但是他不去清那個泥沙 所以全省從北到南 所有的河裡面全都是沙子 我們寧可從大陸進口沙石 明明這些沙石我們自己做 但是就是怕 怕事嘛 沒有擔當嘛 只要去做這個 可能跟沙石業勾當在一起 沒有擔當嘛 所以我們今天講 我說馬總統最大的缺失是 沒有擔當 不知民間疾苦 不會善用資源 特別不會用人 所以我當選之後 我會對這些事情 認真好好的去處理 如何的不要再去浪費這些資源 就是錢用在刀口上 我會推行我的實相 重大的這個革新 其中的項目就包括這些 這個剛剛講 不許亂用政府的 主席也許你跟馬總統共識過 你們一起在國民黨 以前都在行政部門 我是想請教那個問題 就是說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其實我辦公室還有 我只是沒有錢拿來 就廣告 我說這些廣告 花了錢不得了 你還沒有看到電視上的廣告 我有看到你講啊 你說 12月幾號到幾號 12月25號到 一共才7天嘛 7天3千5百多折嘛 對不起 檔次應該叫檔次 因為這是報紙廣告 你講的是電視廣告 電視廣告 電視廣告 將近2億啊 7天花了 用了3千5百檔嘛 對 花了2億嘛 對 一檔就是7萬塊嘛 對 差不多是這樣嘛 是 對不對 我現在搞不懂就是說 馬總統 花這麼多錢 在這個部分 就公家的錢他這樣花 夢想家兩個晚上 兩場 花兩億三 燒兩億三 可是他 游泳庫拿去補耶 所以我剛剛講 游泳庫 這個一條 只需要兩百塊 那就可以買 這個一百萬條 游泳庫嘛 所以我今天講的話 民主不是造神 但是民主 確實要把人民的事情 當一回事 這就是我反复的說 我們今天選舉 不是選男與綠 也不是選男生和女生 我們要選賢與人 怎麼樣 誰有能力 面臨今天台灣 嚴重的財政的問題 因為歐債 對台灣的經濟 發生重大的衝擊 而今天台灣的經濟 會遭受到轉型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會遭遇很大的困難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選出來的 未來的領導人 未來的關鍵四年 不能夠把台灣救出來 我們會遭遇到更大的危機 副主席我想請教你 就說你了解馬總統 是一個什麼樣性格的人 我剛剛那個意思就說 公家的錢顯然它是亂花 不把錢當錢 自己的錢他又很省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強調的 他是什麼性格 我們要強調的 就是如何的 把我們現在 所看到的弊端 在這次選舉當中 人民啊 我們如果還在持續的 如果只看表象 而沒有注意到 這次選舉 人民真正要當家做主 是 如果沒有選對人 大家 都很辛苦 所以 因為主席 等一下我回來再繼續請教 因為馬總統 曾經拿 贏兩百多萬票 國會全部都是他的 政府全部都是他的 資源全部都是他的 怎麼會選到今天 這麼淒慘 等一下繼續請教你 好不好 先休息進廣告